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力跟燃气供应业大概有六成以上的厂商是有加薪 而且有加薪的员工的比例高达95.2% 所以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所谓的电力跟燃气供应业 应该就是天然气应该就是台电 主委你的了解去年我们这些天然气公司的员工有没有加薪 有 你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有加薪加多少幅度 都是3% 那大家都在动涨的时候为什么你们可以有钱加薪 因为你们赚的够多嘛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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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加的薪嘛 是去年跟着我们军工教这种大家一起调薪的时候 那个阶段要求他们他们检讨加薪的 所以那个时候加的不是现在加的 那个时候跟着一起加薪 对啊对啊 那之后有没有再加 会不会再加 没有啊 没有加薪啊 那绩效奖金呢 绩效奖金呢 绩效奖金有没有增加 这个是看他公司营与的 对啊 看到你们这个营运这三年来的这个营运状况表 平均的这个获利大概超过百分之十啊 十对 是不是有继续这个 如果获利这么高的话 我想绩效奖金应该发的也不少嘛 对不对 绩效奖金应该发的也不少 因为我们看不到你们这些完整的财报 我们只能从这个数字上面去推断 应该绩效奖金发的也不少 不过我们想问哈 到底退府会跟能源局 有没有把立法院的决议放在心上 或者是把它当成一件事 所以我想跟你一件一件来做探讨哈 今年的四月二十五号 立法院其实有做了八项决议 这八项决议我不晓得 主委您记得吗 我记得我记得 好我们一项一项来探讨哈 这个第一项跟第二项的决议呢 就是说中油或者是经济部跟退府会 要检讨天然气的这个机制 除了刚刚你们讲的进价的机制啦 你们讲的这个成本啦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调降天然气的售价 你们做到了吗 没有做到 好第一项就没有做到 好了 来第三项要检讨天然气公司呢 要保障这个以免南北地域不同而有差别待遇 要保障民生 你们有没有做到 这不是我我们不是我辅导会的 因为这个是南北南北气价售价这个问题 当初是一个气源的问题 这个能源局有没有做也没有 看起来能源局也完全不知道 来第四项第五项 要取消跟民众收取基本费 或者是基本费可抵使用费 请问你们有没有做到 有没有 基本费不能收 有没有做到 取消或者是调降 那个基本费制度的部分 我们经过检讨结果是认为还是 这样的制度是目前最好的一个 还是要继续收 是 所以把不把立法院的决议当做一回事 是不是这样能源局 是没有因为我们有认真在检讨 你们这什么叫认真在检讨 你们检讨的结果 就是说 你立法院叫我不要收 但是我检讨的结果 我就是继续收 不然你立法院又不能耐我怎么样 决议是决议 做事在你们 是不是这样 可以我跟报告 因为检讨结果 如果你不收基本费 那把原来基本费的这个成本 要反映到重量费去 变成会增加每一度的一个重量费的价格 那基本费为什么不可以抵用使用 不可以折抵成使用费呢 因为在设计这个时候是把它分离了 两个并没有重复 我告诉你啦 这个计算标准齁 其实都是照你们讲的啦 电话费 电费的基本费 可以折抵成为使用费 为什么就毒毒天然气不行 百思不得其解 你的设备你的成本 所有的东西你都降低了之后 为什么毒毒天然气不能折抵 你们的说法完全没有办法取信于社会大众 立法院决议希望你们 要调降 你们也不调降 希望你们能够把基本费 折抵成为使用费 你们也不愿意 是 刚刚委员报告 那个电费它叫做基本度 那它算基本度的时候已经把 这个刚刚所谓的变动成本 都算到里面去了 跟瓦斯的稍微有点不同 瓦斯是把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完全分开 分得很清楚 它有分离会计制度 那事实上 即使是电话费里面 它的基本费 其实里面也有部分 它是固定的 它不管你多少都一样 要收都是一样 我告诉你 你们这个完全就是不把立法院当一回事 我实在不懂 退府会投资的这个 天然气公司 平均的获利这么高 平均的获利这么高 难道都没有调降的空间吗 主委 您刚刚说 这个你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股东 董事会 这难道完全没有调降的空间吗 报委员 如果是我能掌控是我自己的单位 我一句话一个命令 我就叫他降了 但是他真的不是我能掌控的 我今天如果真的掌控 而我不去做 那我失职 那我请教你哦 你们有这么多公司 比如说像欣欣 总经理是你们推荐的嘛 对不对 欣胡董事长是你们推荐的嘛 欣龙董事长也是你们推荐的嘛 欣泰总经理也是你们推荐的嘛 这16家中间大概有十几家都是我 这一些董事长跟总经理平均的月薪 领了十九二十几万 没有二十几万 没有二十几万 都是你们推荐的 然后你告诉我 你们没有办法掌控 那这些人是去干嘛 做你高薪吗 这些人我可以掌控 这些人绝对没有拿到二十几万 那这些人在公司里面完全没有决定权 完全没有决策权 您在外面你也晓得嘛 公司里面是公司治理 他有公司法嘛 我不能违法嘛 我要违了公司法 你怎么做呢 就算有公司法 公司法也有说 到底主折的是董事长制 或者是总经理制 你这些公司里面有的是 你是推荐董事长 有的你是推荐总经理 那你推荐董事长呢 表示说他们的主折的是总经理 他们公司是总经理制 你推荐总经理的部分 他们公司主折是董事长制 不一定不一定 他也不是用董事长跟总经理来做决定 他是用董事会嘛 那你这些人都可以废掉啦 你这些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让他们做领高薪呢 没有高薪 那如果 如果没有高薪 这个薪水是你们写到这个报告里面的 我没有做领高薪 董事长总经理不做了以后 还可以继续再回去领他们的月退缝 而且这些全部都是将军级的 他辛苦了四十年 他在部队里面 人家都在外面想能够回家吃饭 能够回家上下班 他在我们家里面要四小时站在部队里面 那个太海危机的时候 那个西岛的东岛外岛的民众撤离 我们的军人通通带在上面 带着钢柜拿着枪带在碉堡里面 他是他们辛苦来的 为国家辛苦的嘛 主委 我们今天讲 我没有反对他们去做啦 对啊 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牵涉到他另外一块嘛 我没有反对他们去做 我只是要提醒你就是说 他的辛苦 我们都可以理解 对嘛 不要讲后面那一块 没意义嘛 国家就给他月退缝嘛 主顺 主顺 如果 我讲的是说 如果他在这个职位上面 他领了这么高的薪水 但他完全没有决策权 完全没有主导权的话 是不是应该就把他的薪水降低 鮑威 今天我刚才也讲 鮑威我告诉你 这种叫做什么 这种叫做钱多事少离家境 鮑威啊 领钱领到手抽筋啊 然后人民缴钱缴到 买老婆没面子啊 如果您这样讲 郭台铭那不是 他领了多少钱 那又怎么算呢 郭台铭那是他自己的公司 郭台铭不是国家给他的钱 没有说 你怎么会去比郭台铭啊 他们也是自己在外面赚钱嘛 你怎么会去比郭台铭呢 他们也是自己在外面经营赚钱嘛 谁自己在外面经营赚钱 他瓦斯公司不是他们就是经营赚钱吗 那你现在用这些人没有决策权 你刚刚说这些董事长总经理没有决策权 那你现在用说他们在经营赚钱 那到底他们是在做什么嘛 他如果有介入经营 他如果有决策权的话 那我同意他可以领这么多钱 如果像你讲的他是没有决定权的 完全是董事会决定的话 那他就不应该领这么多钱 他们是由董事会聘请出来的嘛 我同意用专业经理人的角度去聘用这些人 他们正专业啊 所谓的专业经理人是他有决定权 他可以决定公司的政策 他可以决定公司的走向 那这个没有问题嘛 这些政策走向他们决定 绝对没有问题 那难道他不能跟公司讲 立法院已经这样子决议 希望调降共体时间 你们赚了这么多 难道不能这样子做吗 你现在告诉我说你的讲法根本是前落矛盾 你还比到郭台铭去那就更好笑啦 包委员啊 这是公司治理他们自己在经营嘛 他的经营权是没有错 公司的主导管理他都要负责任嘛 可是有关这些价格重大的议题 他要送到董事会里面大家来讨论的嘛 他不是他一个人批了公文就算数的嘛 如果今天他一个人批了公文算数 如果他是我自己手下公文 我一个命令我就叫他剪掉啦 这是我真的不行嘛 我可以做我不会不做的啦 就曾经你说的啦 如果是这样 跟人民有关的啦 主委啊如果是这样 我其实觉得我们立法院 4月25号那个决议 基本上可以把它撕掉 那个决议完全可以不用理会他 如果照你这种说法的话 立法院完全管不到你退伏会 完全管不到你的天安器公司嘛 那我们决议干什么呢 自己写高信了吗 立法委员自己在这里讲爽的 好像我们做的这些决议你们会遵守 你们当时4月25号你们也承认 要回去做检讨嘛 我今天来看到你们的报告书里面没有一个检讨嘛 你们只要告诉我你们现在要怎么样 现在的制度是怎么样 现在的进行成果是怎么样 你们没有一个检讨嘛 我刚刚请教你的这些 这八项决议 没有一项是你们做得到的嘛 既然做不到你们当时为什么要承诺立法院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以后我们不需要排天安器公司嘛 退伏会完全没有主导权的话 我们完全不需要排这个报告案嘛 你来这里根本是讲空话 你来跟立法院报告以后 回去呢你说董事会不同意 你这样一句董事会不同意的话 我们无可奈何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何必排这个东西呢 当你们每一年赚这么多钱的时候 有没有去体谅过人民苦哈哈啊 油店双涨 天然气涨什么都涨 你说这些人为国家辛苦 我同意 这些人领那么多钱 他总得有一点决策权吧 每一家公司的专业经理人 他的领的钱 跟他所要负的责任是重等的啊 他可以领那么多的薪水 你告诉我他没有决定权 说不过去嘛 就算是公司法 他也有公司法的规定 你刚刚讲这些事依照公司法 就算依照公司法 他也有公司法的规定嘛 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们今天来这里所所讲的任何一句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看赵伟可能之后还要继续再排你们继续来做检讨 一直到你们改进为止啊 谢谢哈